大家休息好了吗 那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讲 怎么样表示一个主语 这个部分 就是AがBみた 我们具体的例子就是 よぎがBみた 这个在这儿 A这个位置上我放了 よぎ这里我们就学到的一个东西 这个部分 比较短 可是非常重要 也对有一些同学来说 也可以是比较难的 大家如果问有问题时 可以问我 就是通过那个邮箱 那咱们看一下 AがBみた 是一种一个格式 在这儿呢 A和B 这个位置上 可以任意放什么名词啊 代词啊 等等的 卡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卡 这个词的一个作用 它是注词 它是表示 这个句子的 这个句子的 一个句子的主语的 表示主语的 它在加在体词后面 体词 体词 这个词 大家好像没听过吧 是吧 体词 值得是名词 代词 数词 名词 代词 数词 归纳为 体词 而这个数词呢 数词是 比如说 一二三 等等的一些数字啊 然后 等等的一些 表示数量的 一些词 就是数词 那咱们具体看一下 啊 제가 제 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제和 저的差别 我们已经谈了 啊 제 既可以表示我 又可以表示我的 然后 저呢 是表示 啊 我 可是在这呢 是一个例外 就是 가 前面只能用 제 啊 大家可以记住 제가 中国 사람 中国 사람 大家记得吗 我们第一部分 谈到的一个词 是中国人的意思 입니다 就是我们 以后讲 讲 要讲的内容 啊 可是在这呢 啊 제가 中国 사람 제가 什么什么 입니다 这种格式 是比较熟悉的 是吧 啊 我是什么什么 啊 这样的一个格式 제가 中国 사람입니다 我是中国人 在这呢 那个 啊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普通话的 这个句子 我是中国人 在这呢 主语是什么呢 是我 是吧 嗯 在这儿 韩语 也是我 啊 제 제 是主语 제가 中国 사람 这个汉语 普通话 和韩语的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就在这儿 汉语普通话是用词序来表示 呃 某一个 呃 一个句子里面的这个名词和代词等等的体词的地位 比如说 我爱你 你爱我 这两个句子 大家对比一下 我和你 因为我在句子的开头部分 所以它是主语 你在动词后面 所以它是并语 那我们就是可以换这个换位置吗 换位置的话是一样的意思吗 就不同了 是吧 所以汉语普通话是用词序来表示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词的地位 可是韩语呢 是用这样的主词来表示的 嗯 在这儿 中国 사람也是一个名词是吧 名词短语 所以它后面也是用 这样的主词来表示它的地位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 它的功能 它是表示主语所值的对象的什么属性或者部类 部类就是那个类型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比如说 这句话主语表示的对象就是什么呢 是我是吧 主语是我 这句话是谈关于我的事 然后我是属于什么 什么什么部类 我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个人呢 是 中国 사람 中国人 所以 这 这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体词 有两个主词 个别 有个别的功能 这个 因为它是表示主语的 所以 是我 是主语 是表示属性的 表示类别的 所以 这个 就是对它的陈述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部分 讲的一个 一个内容 就是 这里是哪里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在这 有所变化 是吧 它 相当于 那个汉语普通话的 就是表示疑问语气的 这样说的话 就是变成 一个疑问句了 疑问形是 是表示这个意思的 这里是哪里 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 哪里 就是一个疑问代词 所以 我们非用 疑问形不可 是吧 然后 咱们最后的 这部分 最后的一个部分 就是 为什么不用A和B呢 这个 这里也可以用B 可是 这就是 L 这个位置 我们不能用A 差别合在 A和L 这两个字的 差别在哪里呢 A是开音节 L是B音节 是吧 所以 所以 我是要表示 这个开音节和 B音节的差异 用L 这个字 字了 L 就是 比如说 这个 一个 E 也是 E是 K的 K的一个 变体 就是 波音节 波音节 为 B音节的 一个体词 后面 我们是用 Y 来表示 这个 这个体词 是这个 这个句子里面的 主语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句子 我们 这个 比较重要的 一个句子 就是我们 第四节课 也是学到的 一个句子 제 이름이 什么什么 입니다 제 이름이 什么什么 입니다 暂时 这个主人公 是小名 是吧 제 이름이 小名 입니다 在这儿 我们已经学了 这个 입니다 他所陈述的 对象 就是 小名 他本人 本人的名字 是吧 제 是我的 이름 就是 姓名 是吧 然后 因为 人 是 这里的 这个 体词 短语的 莫音节 然后 人 是一个 避音节 因为这里有 收音嘛 收音是 名 是吧 所以我们 不用 看 제 이름 과 小名 입니다 这样就 不顺口了 不是 符合 语法的 一个句子了 我们是 用 以来表示 这个 这个句子 里面的 主语 然后 大家还要 注意的是 因为 人 是一个 避音节 有 收音的 然后 这儿 是一个 那个 以 原因 为 开头 部分的 音节 是吧 因为 这是 一个 铃声母的 部分 所以 我们是 把 这个 收音 名 移动 到 这儿 念 이름 而不 念 이름 这 이름 小名 입니다 所以 我们 在 这儿 学了 助词 这个概念 一个是 表示主语的 助词 两个 一和 卡 卡 是 开音节的 一是 避音节 后面的 然后 也学过 imnida 和imnika imnida imnika imnida 就是表示一个 一个 主语的 属性的 主语的 什么 对主语的 说明 imnika 是 他的 疑问性 所以 这个部分 比较短 可是 非常重要的 大家 一定要 注意 那我们 第二个部分 就谈到这里 大家歇一会儿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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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